我发会每个月都会公布前一个月的景气对策信号 昨天也公布了6月份的景气灯号了 分数是38分 这个分数比5月份还要来增加了2分 那灯号其实从上个月的黄红灯 转为代表景气热络的红色灯号 我们从这个图表其实可以看到 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 这个呈现黄蓝色的灯号 这个灯号代表说要注意 就代表说景气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开始转向了 那从今年1月份的分数 可以看到绿色的慢慢272931慢慢的往上 代表说绿色就是景气逐渐恢复稳定平复了 到了4-5月份更是来到了黄红色的灯号 代表说景气正式开始转向了 一直到昨天公布6月份 就是代表红色的热络灯号 那国发会公布灯号的标准 其实也会从9个经济项目来开始评比 把这些评比的分数加总来综合判断 要给出什么灯号 分别上是货币统计的数目 以及股价指数 还有工业生产指数 或是一些海关出口值 以及机械电机的进口值 还有制造业的销售量 甚至是批发零售业 餐饮业等等的营业额 其实这些都会来看到这个景气灯号里面 这9种项目里面包含可以看到6月份的工业服务业的加班工时 从绿色灯号转为黄红灯 分数增加了1分 另外海关的出口值也是从绿灯转成了热络的红灯 分数增加了2分 另外像是制造业的气候检测点也是分数减少了1分 其他的灯号这一次6月都是维持不变的 那景气灯号可以代表什么意思 除了可以代表当现在经济热络的状况之外 其实也很常会被投资人用来来预估股市未来的走势如何 景气灯号对于股市影响的部分 其实不同的灯号也会对应不同的投资行为 如果看到灯号亮起红灯的时候 可能代表最近的股市过热了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持股 也要注意一下卖股的时机 另外国发会的经济发展处就表示说 其实现在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未来半年也都是呈现扩张的 加上现在最新公布的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也是往上走扬的 这两个指数其实都传达了一个正面的讯号 也对于下半年的经济是乐观的来看待 不过随着现在国际终端需求的复苏 以及我们现在会需要用到一些消费性的电子新品 这些备货的旺季都来临了 所以台湾的出口成长动能也可以有望来持续延续 另外在投资方面 其实国际指标大厂来台湾投资 以及我们现在国内也推行了绿能装置 这些通通都可以推进 也会来增加我们国内的投资动能 另外在消费方面 其实国内的景气回温 也可以有助于企业会开始加薪 甚至一些小幅的调薪等等的意愿也会增加 消费动能也有机会来持续 不过国发会还是要提醒大家 现在主要的国家有一些像美国要进行大选了 以及受到地缘政治两岸关系的影响变化 还有全球的央行货币政策走向 其实这些都还是不确定的因素 现在国内的景气影响 还是会透过这些不确定的因素 可能会来影响到我们国内的景气 国发会也提醒说 投资还是要谨慎的来看待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个参考 把时间还给主播 还带您关心 今天台湾依然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 没有下雨的时候 还是感觉到天气很闷热 可是不止在台湾 现在正在举行奥运的巴黎 同样也是热到翻 巴黎的气象局甚至发布了天气预警 今天30号在巴黎的市区 也就是奥运这个周围 可能会出现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 原因就是因为法国南部他们的热浪来袭了 所以当地的去向局也发布了 他们有四级警戒 里面的第二级黄色的警戒 黄色灯号 就表示说您如果在户外从事运动 或是一些体能活动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高温所带来的影响 那其实今天下午奥运的选手 进行户外赛事的时候 都可以深刻的感受到这个酷暑的威力 那奥运其实也有不少的项目 都是在室外的场地 像是沙滩排球以及极限单车 甚至是多人的橄榄球比赛等等的 其实场地都是在户外的 不免也会受到太阳的直晒 主办方也表示说 顾及到这个高温拼搏造成身体的热伤害 甚至是中暑的风险 其实现在有不少的各国参赛选手 都呼吁说可以来调整一下赛事的时段 再来我们看到 极端高温现在不只在户外运动会受到影响 在经济的层面影响也很大 今天看到高温让你的账单变贵了 那这个账单除了我们可以想象的到 是我们开冷气的电费账单之外 高温也会反映在食物的价格上面 像是稻米、玉米、马铃薯 这些粮食作物的产量 都会因为极端的气候而下滑 另外还有像是橄榄油、可可跟咖啡 这些我们台湾人很爱喝咖啡 咖啡豆的价格也会狂飙 因为高温会让植物缺水影响他们开花结果 另外在全球的GDP也会受到高温衰退 因为统计就发现了 你的温度每升高一度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全球的GDP下滑 大概12% 像是一些农业、建筑业、制造业 这些要在户外工作的产业影响又更大了 高温也会增加企业的冷却成本 像是产品的冷链或是影响工作环境跟他们设备运作要降温等等的都会受到影响 不止陆地的高温 现在我们的海洋也在慢慢的来升温了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排放了太多温室气体了 这些气体在大气中热量没有办法散发到太空嘛 所以最后就会被大海给吸收 现在就造成说我们的热带气旋提供了更多更多的能量 我们遇到的台风跟飓风就会变得又多又强 另外对我们个人的身体健康也会有影响 可以看到今年的夏天其实不只是台湾 全球的热伤害就诊人数都在不断的增加 高温不仅伤身可能也会危害到你的心理健康 因为研究就发现说温度每升高一度 像是精神疾病或是忧郁症等等的患者 死亡的风险也会跟着增加 另外刚刚有提到海洋温度升高了嘛 所以呢生物的多样性也会受到威胁 我们呢上百万种的这个物种可能都会因为 现在天气变热了濒临灭绝的危机 另外在海洋里面珊瑚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可以平衡生态 珊瑚礁可能也会因为温度升高而消失 所以气候监测的机构就呼吁大家说 一定要来正视气候变迁所对全球造成的威胁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 把时间还给主播 这节推播来带您更新一下奥运的赛事喔 中华代表团睽違了36年 这一次巴黎奥运再次有男子的极箭选手来上场了 这个人就是有极箭王子称号的陈毅通 他今年呢29号是出战了男子个人的盾剑 32强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五名的地主队 法国选手恩佐勒福 双方是你来我往 可惜陈毅通最终是以12比15落败了 是止步32强 不过陈毅通呢还是追平了我国极箭奥运史上最好的成绩喔 虽然这一次呢是止步32强 但是他希望透过他参加奥运可以来带动台湾的极箭风气 让更多人投入之外他也说希望下一次奥运不要再只有他一个人参加了 再来呢三度叩关奥运殿堂的柔道女王连真琳 他在32强赛是倾取狮子三共和国的小仗科罗马 之后呢16强的赛事面对了24岁的赛尔维亚好手佩里希奇 最终呢他是败下阵来了 不过他连续两届都止步在16强 这一次也代表了中华队在柔道的项目确定是没有奖牌来进账了 不过连真琳他整理好心情表示说自己已经尽力发挥了 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他都会抬头挺胸的接受 也知道大家很关心他的下一步 他表示说自己想先好好休息一下 暂时没有其他规划他会在巴黎待到8月5号 并且呢他想要去看看美国的直篮和他的偶像Curry来一起见面 另外呢桌球则是带来好消息了 我们的桌球一姐正一进 经历了一小时的激战是顺利的来晋级16强了 另外看到旁边年仅19岁 他是桌球星星高成睿 同时呢他也是我们桌球教父庄志渊的爱徒 这是他生涯第一次来参加奥运 这一次就直接打进16强了 相当的厉害 再来全级好手赖祖恩呢 在16年的赛事则是呢 以2比3不敌哈萨克的选手 这一次也是无缘来晋级8强了 不过他表示说没有 虽然很遗憾没有拿下胜利 但是他已经尽力了 对于未来的规划呢 赖祖恩表示说呢 奥运的结束之后 他会想要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 调整一下身心状况 再来思考下一步 最后我们来看到这个中华队的射箭男团 昨天呢这个火热相当的这个火热 是以6比0来玩封英国队 不过在8强赛的时候是遇到了中国队 中国队也展现出坚强的实力 最后是以1比5的积分遭到了淘汰 那这一位担任最后一棒的林子祥呢 他则是相当的懊恼 认为说这个责任都应该由他来扛下 个人赛的部分一定要想办法讨回来 让大家看到台湾射箭队的实力 那在上一届的东京奥运 其实摘下男团银牌的这个汤包汤志军 他则是认为说呢 失败其实不是坏事 最重要的是你如何在失败里面找到问题 不过射箭项目其实一直都被视为 我国夺牌的热门选项 网友就好奇说这个奥运的射箭 你射中10分剑的难度到底有多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剑吧 一查才发现奥运的这个10分环 中间这个黄色的直径只有12公分 比一只尺还要小哦 那奥运的规定是70公尺之外要射箭 等于说呢 你站在这个环的70公尺之外 你要射到大概是一颗苹果的大小 这个距离呢跟这个准度 也让人惊呼说 我们中华队的射箭团团真的很厉害 以上呢就是本节的推播内容